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砍个神经病的故事 咖啡店里约翰开枪乱杀人 非常的暴命 父母在吵架 母亲砸了盘子 男主卢克被吓到了 就抱着娃娃跑了出去 男主看到咖啡店的凶手 约翰被击毙 丹尼尔也在凑热闹 让男主和他一起玩 两个人在家里玩得非常开心 但是妈妈没有看到丹尼尔的存在 丹尼尔给男主建议 给妈妈牛奶里倒一瓶药 妈妈喝下后只有爬的力气了 妈妈意识到儿子口里的丹尼尔不存在 妈妈命令儿子把丹尼尔关到一个房间里 用布盖了起来 男主长大后比较孤僻 唯一擅长的是色影 妈妈有些神经病胡言乱语 男主去看心理医生 提到小时候的朋友丹尼尔 精神医生认为那是男主人格的一部分 需要和他合计 路上长发妹滑板撞到了男主 晚上男主睡不着 拿钥匙打开了封丹尼尔的屋子 突然一阵声音 男主看到妈妈在摔盘子 妈妈不想看自己的脸砸碎玻璃 而丹尼尔在一边看着 妈妈想拿剪刀自残 丹尼尔命令男主拿剪刀刺向喉咙 妈妈阻止男主这么干 这才让妈妈从精神错乱中醒来 长发妹给男主送来了钱包 还邀请男主参加艺术节 丹尼尔说美女当前 不要错失机会哦 晚上男主去参加艺术节 长发妹正拿酒瓶发疯离开 男主就跟着长发妹来到家里 男主发现长发妹画画不错 很有艺术天赋 长发妹觉得其他艺术品是垃圾 二人将其他作品全毁了 男主考试不行 丹尼尔浑身都是答案 轻松搞定了考试 男主变得很活跃 派对上和美女苏珊侃侃而谈 两人搭上了 男主喝醉了 丹尼尔想操控男主自杀 可惜没有成功 在丹尼尔的作弊下 男主对书籍无所 不知长发妹钦佩极了 又让长发妹欣赏了男主的摄影 长发妹产生了灵感 给男主做了一幅画 画中的男主背后是一个诡异的影子 代表了男主的灰形和神秘 随后二人接吻滚了床单 而丹尼尔在旁边看着非常渴望 苏珊带妹子来找男主 几个人一起吸了粉 去了学校的地下隧道 苏珊主动吻了男主 而男主怂了 不想背叛长发妹 丹尼尔要求她来接手 两个人交换了灵魂身份 这时候男主只能旁观了 丹尼尔和苏菲一起亲热了 而男主想去干预 根本无法接近肉体 室友拿手电罩了丹尼尔 丹尼尔揍了室友 把她按在热管道上 苏珊拿凳子砸了丹尼尔 男主才夺回了肉体的控制权 为了这事 差点害男主被学校开除了 男主向苏菲道歉 苏菲朝男主喷辣椒水逃离 精神医生认为 丹尼尔是男主的想象 应该服药了 男主吃下了药 丹尼尔并没有消失 男主想起了小时候 咖啡店的杀人犯约翰 通过旧报纸 男主去找了杀人犯约翰的父亲 老父亲拿出了约翰曾经的话 约翰的话里竟然有丹尼尔 男主来到长发妹家里 告诉了他一切 长发妹觉得男主有神经病 将男主赶出了家 男主只能去求助精神病医生 精神医生拿出了西藏的法器 来对付丹尼尔 医生给男主催眠 想找丹尼尔说话 丹尼尔通过男主的嘴巴 钻了进去 随后丹尼尔多了力气 杀了精神医生 而男主醒来 进入了丹尼尔体内的恶魔城堡 恶魔脸在不断的追杀男主 丹尼尔换了红色衣服去找长发妹 长发妹看到男主留的话 感觉到了危险 丹尼尔露出了真面目 而男主接到了电话 知道长发妹有危险 长发妹将丹尼尔踢下楼逃离 男主拿匕首刺杀了恶魔脸 恶魔脸却是杀人犯约翰的灵魂 长发妹拿刀反击刺伤了丹尼尔 男主发现房间的砖塌了 走出去发现了一个深渊 男主跳进了深渊 银魂体来到了现实世界 男主投射铁棍刺穿了丹尼尔 随后二人拿长剑格斗 男主被打翻在了墙上 在丹尼尔要吞噬男主的瞬间 男主抱着丹尼尔跳下了楼 最后男主牺牲自己 摆脱了丹尼尔 而丹尼尔又在城堡里复活了 打算下一个对象 所以这个片子到底是精神分裂呢 还是人的心里真的有恶魔呢 我想这个答案就留给你们考虑吧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